我想國民黨在禮拜三我們舉辦了一個2030的論壇 這個主題主要是關於居住正義 還有年輕人低薪的問題 那這次的論壇事實上我們邀請了包括民眾黨 也包括了時代力量 那謝謝柯市長他願意來出席論壇 那時代力量呢 有兩位委員他們都說他們有行程 不課出席 那比較遺憾 所以國民黨立場非常清楚 就是針對議題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可以跟社會對話交流 那當然也包括其他的政黨 那就是柯市長說是不是 國民黨這邊有跟民眾黨未來有所做的 我想這次的這個論壇的合作 就單純是議題上面的交流 那就像我們在國會 事實上跟其他政黨在監督政府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都不排除任何形式的合作 但是關於選舉的部分這次談不上是政黨的合作 因為其實同時有在議題上合作 但是好像這邊民眾黨也有不斷的挖就是國民黨的人才 就是包含錢 那個錢文通貨的組織 我想這個過去在國民黨這邊服務過的 這一些黨工 他們有自己的職業上面的選擇 無論他們自己選擇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想這個都是他們的權利 我們都尊重 在黨籍上他們這樣有算違反黨的黨籍需要怎麼去 我想這個部分呢 國民黨其實有相關黨章的規定 所以任何的黨員 如果他的行為有涉及到已經違反黨章的部分 那我想相關的單位會去收集相關的資料 必要的時候也會請當事人說明清楚 然後再做進一步的處理 所以江主席有親自邀請各個在野黨的主席嗎 我想這一次的這個主辦單位是由國民黨的智庫來進行 是由智庫方面就是發出邀請 所以包括民眾黨包括時代力量 也邀請了這個邱顯智跟陳淑華兩位委員 然後等待對方的回覆 那應該是這一次民眾黨他的回覆比較積極 而且是由這個柯文哲市長來出席 好 那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簡單的說 現在問題就是 因為目前好像在跟民眾黨合作的時候 其實黨內好像有一些有雜音 因為針對上柯文哲市長他的政治誠信這個部分 對 我想國民黨跟其他政黨的合作 現在都會著重是在議題方面的對話跟交流 那至於選舉 我想各政黨都有自己的步調跟規劃 包括國民黨也是 所以現在不涉及在選舉方面跟其他政黨的合作的討論 民眾黨團希望可以把這個修憲門檻下降 然後也要把對考驗給提來 希望國民黨團可以解除 那這個部分導得到的立場是什麼 我想這個部分有關於立法院任何的這個法案 或者是監督執政黨的各項議題呢 我們都是交友立院黨團在第一線 然後跟其他政黨進一步再去做商量跟討論 那有合作的可能就合作 如果沒有合作的可能就是各自 根據各自政黨的主張跟立場 繼續在立法院進行攻防 最好的 最好的 在這麥克風 下個體驗 在拍攝 在解決中 在拍攝 在拍攝 感谢观看